抓对了 我们看一下2317好不好 刚刚国务大哥在追的时候 我还说三党标的 包括鸿海台积电大力光 贡献大盘指数有多少 你看今天鸿海也是强拉尾盘 麻烦看最后一笔 因为台积跟大力光 都是最后一笔买盘大举做敲进 请往下看 鸿海最后一笔5631张 我教大家 红色的就是买盘做敲进 蓝色的就是卖单做敲出 所以这种买盘做敲进 难怪会收在最高点 谁买的 maybe是好家人 房市的钱转到了股市当中 也或许 no 他不是或许 他是确定的 外资今天大买鸿海 前几天我们看到 连续四天小买小买 对不对 帮您注意到了 今天你看他大买 5400多张 我先快速报告过一遍 你看买抄第一名 买抄第一名依旧是台积电 看 然后日月光这些呢 都是大买抄 半导体外资买很大呢 台积电连电细品 半导体 群创 还有统一 台达电 电子传产 都成为外资投信 同买抄的主要标的 而且带动指数的权重股 大概再报告一下大力光 外资有没有赚在买方 然后卖的部分呢 今天同卖好少 同卖只有两档 和硕跟金电 大力光外资 有没有赚在买方呢 答案是有的 也就是口口大哥要追的 大力光台积电鸿海 外资同买抄 而且尾盘最后一笔 是大举敲进 说到大力光创历史新高 高兴啦 有点不高兴 因为我怕怕的 请把这张图秀一下 口口大哥啊 你看啊 上面是大力光 下面是大盘 看仔细咯 大力光创新高 随后大盘下坠 创新高 在去年七月 去年八月份哦 随后大盘下坠 大力光今年啦 创新高 随后大盘 我不敢挂 魁国大哥怎么办呢 今天涨了一百零一点 可是却跌的加速比涨得多 对广告前刚看了 怎么会这样啊 这是因为它是在加速的冲 做头 加速的赶顶 会发生这种事情 等一下我确认一下 你看我这样讲对不对 当大盘出量大涨 外观一切看起来都如此美好的同时 却发现下跌加速比上涨加速还要来得多 就是在追涨下可能会做头的小疑虑 我们应该这样解 是不是这样啦 应该可以这样说是没有错 但是我想更明确一点就是说 在股票市场什么都可以骗人 只有成交量不能骗人 当然 确实就是有资金热潮进来 但是这个资金热潮进来 带动成交量转大的时候 请问各位 那么多人去买台积电 那么多人去买鸿海的时候 这个周转率是哪里出来的 答对了 有人卖嘛 一定有人卖 所以为什么我说二月份现在疯狂 你可以尽量疯狂都没关系 一月底尽量疯狂 可是二月份你特别要注意 到了月底就要开始注意 为什么我讲给各位听 第一个我们来讲腾诺指标 腾诺指标就告诉大家说 这个盘涨了101点 为什么跌的加速372加 涨的加速只有340加 他就告诉你 多达372加 对 他就告诉你是某种全职股在冲 已经在赶顶了 那他有回修的 有回修的一个正常的机会 第二个我们来看大盘的K线 我一直跟大家讲 现在的K线形态 他已经开始走一个所谓上升轨道 那这个上升轨道呢 我们如果请导播 把这一段看起来就是 它叫做上升轨道 事实上已经来到了趋势的高点位置 但是我说过 这个地方你不要怕 因为它会进入顿化 所谓的顿化就是说 只要融资持续减 外资持续买 代表资金是法人盘 是法人一直买 所以指标即使超高到百分 到什么KD到90 95 100 你都不用怕 它不会马上结束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是 因为这边已经出现了 三个跳空缺口 再加上我跟大家讲一个 统计学数据 每一年的2月高点 每一年过去10年的统计学 高点 2月份高点 全部出现在2月20号到2月28号 也就是你看过去10年来 2月份的高点 全部都出现80%的几率 全部都出现在2月20号到2月28号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所谓的一个 圆月效应跟红包行情 那既然2月份高点会出站在月底 80%都出现在这 那2月份一定是先蹲后跳 那1月份呢 因为过去我们讲过 它是三角收敛 它是一个上升三角收敛 上升起行 它怎么整理都是要先过高 所以我们这样讲 1月行情是 它会在三角骑行整理完之后 它会先上 会先过高 然后接着呢 2月行情 你又知道很清楚 就是说 它的高点都出现在月底 那2月是先蹲后跳 所以我觉得长线的趋势 没有任何的改变 在这边只是提醒大家 2月份行情会剧烈震荡 大力光 红凯跟 台积电 三囊到底现在怎么看呢 好 如果你持有大力光的人 我认为了 每逢过高 开始应该做短线上 应该分批做减码的动作 会比较聪明 你不一定能卖到最高 可是看你有多少张 你有100张 你就一张张卖 那当然现在有100张 人真的算得很少了 可是现在外资看大力光 不是有人看到3000 而且今天买单是敲到历史新报 我记得上一次在2640的时候 大家都给你调到3300 它先回到2000 甚至跌到2000附近 所以我们觉得看股票是看趋势 现在大力光已经进入卖方区 你就逢高慢慢调节 好 这是大力光 台积电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台积电基本上它已经过高 那所谓过高的意思就是说 过去我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多头起跑 这地方就是说在盘整的格局当中 过去在没过高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叫压力 这个地方叫压力 它只要敢破 未来拉回来 这个地方就叫支撑 所以台积电的趋势还是依旧看上 没有任何改变 那这是台积电 如果你是持有的人 我会建议你 如果照我们都跟宣哥学技术派 应该是等据是它破断真正的满足 所以台积电未来的一个破断走势满足点 它会等距 所以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长多的格局 但是请各位注意 二月份会剧烈震荡 台积电先让我插播问一下建成 因为刚刚我们有一张比较图 台积电的没有还原权 值历史高点是222 大盘高点10393 所以相较之下 台积电今天的创破断高145块 等同于大盘大概才8600 还没到9000点 所以相较之下 台积电会不会有一点点追的这个味道 我觉得最近台积电的味道 应该就是有点补涨的味道上去 补涨 对 所以它的力道上续航力可能会比较强 因为为什么 外资要利用它的控制指数 是 是 因为期货方面 别人说下礼拜还有摩台子要结算 下礼拜四摩台结算 对 所以外资期货那么多 了解 外资买那么多台积电 我觉得它就有补涨 虽然它不是每天这样大涨 但是趋势可能会慢慢往上走 太好了 台积电注意下个礼拜摩台结算 它是控盘的工具了 2317洪海 好 我想投资股票 我们在这个投资学来讲 最大的投资优因 就是股价合理跟便宜 我想红海它就具备这个条件 那红海前一波 为什么债权会震荡呢 那是跟三创 那个所谓园区那个事件有关 那我问一下 红海的股价这个底型 确立了没有 因为今天好像有点过景线 算起来是没有 还没有 为什么我讲这样没有 如果导播方便给我一下融资 因为红海这一波 它在整个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是长线的下跌 对 那红海你去看 它的融资是创历史的新高 融资增加 如果一个股价 它是股价在下跌过程当中 融资是创历史新高 基本上它长线的空方 并没有改变 它叫做跌升反弹 那我们讲反弹跟回升不一样 反弹是指因为跌而涨 跌很多而涨 这叫反弹 但是回升有可能它会说 这个地方它有可能会说相对 它有可能这个地方是相对低点 绝对可能 但是它未来的股价 一定会反弹到一个压力 它比较做中长期的一个整理 所以我们不排说 短期这是一个底 但就融资的角度 跟外资只是第一天回买 股价长期趋势下跌的时候 我们要提醒大家 这是属于反弹 但是相对也告诉你 这个地方买进的风险是非常低 感谢国国大哥 这三党指标股对行情的指标 也实在太重要了 怎么观察 怎么操作 已经都知道了 其实说到了选股 下礼拜如果真的要往9500来挑战 真的是一门学问 我们非凡商业周刊 这一期的主要的内容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 赚个除极行情 今年变数比较多 所以先下手为强 也就是下个礼拜 您一定要盯着除息啦 有题材的啦 有重点的个股来看 连外资都知道 所以今天有一份外资报告 我们看一下 特别挑中的股票 这是麦格里 选中了极大题材 首选21党标的 从台积电联发科 大立光可乘 看到了国泰玉山 这些等等中钢 然后台速化 请问一下庆隆 他挑的21党 我发现他有一点点 Balance的感觉 电传金都有 对 其实因为他认为 其实接下来的行情 如果是一个 比较长多的一个方式的话 其实不管任何一个类股 应该都会有一些表现 那我们看到最近的 不管是台积电 不断在走高的同时 它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自然就会遇到一些压力 那这个时候 也许一些比较低价位的 像国泰金 一些玉山金这种 比较低股价净值比的 一些金融股 也许会接棒演出 所以我们在看 接下来的行情的时候 其实在指数不断 在往上成长的过程中 它肋骨其实也会做一个轮动 请问一下 就是大盘如果在冲关 像葵国大哥跟刚逊哥都说了 关是一定要冲的 那冲关过程当中 到底金控股 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就是临门一角 漂亮 那指标股看谁呢 当然就是国泰金跟富邦金 我觉得他没有把富邦金 拉进来 其实是我比较讶异的 因为国泰金跟富邦金就获利程度来讲的话 应该富邦金会是台湾金控股中的一个首选标的 太好了 你看那个慢慢的金控的底型都打出来了 与您做点掌握 不要说到那个金控 我们再看过金融指数好不好 最近在涨的 真的我们昨天也追 今天也在追 时间拉长一点点 大阪都已经涨到了9400 然后要挑战9500的同时 你还在去追高吗 新高其实怕怕的 怎么办呢 还没跟上步调的 未来展望也不错的 你看 怎么还没涨到的 像金融 刚刚庆龙说的 相较之下落后补涨 比较低位阶的 他机会就来了 所以炫哥 今天特别麻烦炫哥来请上来 帮我找了 找那个底型刚打出来 不要那个底都已经出来很大了 不要 刚打出来的 然后投资人的机会才会大 底部刚成型的 我们要刚成型的 不是已经确定了 确定的就太慢 什么是确定 你看有打 有打的月线图 有打 有打 把这里放大 要放大 把这放大 再放大 好 对 这个就是底 没错 这是一只脚 这是两只脚 现在已经上来了 但是他的目标是 这一个 你可以看他几个 他的最少 他会有 要等幅 现在只是底部确立 他未来的测量满足点 还有空间 那是我们讲 你这里买 有点闲玩 所以我们要的是底部 有打应该买在哪里 你这样切 我是不是应该买在这里 对 第一量的时候 对 我如果八九块说你买有打 你说哎呦厉害 林老师 哇我赚一倍 对不对 我说十九块去买有打 你有点慢吧 已经涨一年了 这是已经涨十三个月了 所以底部刚出来的 这里才是好菜 这个地方已经七上八下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挑的就是这样 那因为太多了 我把讲一个sample 就是sample 就是例子 用红塔电 好 他的底型一定一个 长线低机期 他要有多重时间转折 因为你想买最低 我买的是要买最低 要靠时间转折 然后你怎么知道 他底部已经开始出来了呢 量价要突破 长期下降趋势线 你必须要突破 这样你才告诉你说 要涨了 突破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阶段是这个 第二个阶段 他才会突破紧线 到了紧线已经涨一段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在这里比较 你要买最低的 在这一个条件 买第二低的在这个条件 买第三低的是这个条件 你如果这里到这里 已经赚很多了 没错 我们再看再往下 我把所有要件要来 然后在这个过程 你还要检视 他这个底部上来是要法人买 融资是减的 融资增加太多的 那个没有用 一定要法人买 这是现实 就是法人买 融资减 再来RSI要占上 80以上的超买区 要占在超买区 80以上的超买区 因为这个才代表主力买进 你看台股今天才占上80 真的呢 今天是85 72 85 你这样 今天才超过80 以前这里都没有 没有就失败 没有就失败 所以RSI超过80代表主力真的进场了 对 主力买才会到80 懂了懂了 这个上去才是涨的开始 它不是结束 超买区不是买太多了 起涨开始 未来是没完没了的 所以你看个股要看它到超买区 那移动平均线要成多头排列 我刚刚讲过大盘今天才多头排列 个股也是一样 事实上跟大盘是一样的 然后你要等到目标达成的头部再买 不是乱卖 不是有赚就卖 有头了再来卖 对 你要达到那个达标才是一个卖点 这是一个底部到你收割 我们在操作的过程里面的一个基本的 然后我们看线图 我这样说 现在看不清楚对不对 我这样说 它这个底你要去买到最低的时候 你一定靠转折 第一次它不是从1300砍到122吗 对 你屈指一算 这个1220算到这里89个月 看在这个份上你可以买第一次122 但是它绝对不是V型 后来上去以后又跌下来 到125 125一算 1300块跌到125是34个月 好 那这里122跟125就打出一个底部了 你以为是底对不对 后来它利用这个底就冲到180 对不对 我们那个阿土博就买171的 阿土博为什么买171 他看到底部出来了 当然加码买在171 没想到被王雪红骗了对不对 被红桃袋骗了 买了171到180 还没有获利了结 一杀破底 这个很炸对不对 杀到118 这里不管谁买的通通亏了对不对 但是118有没有转折 有 你从这个历史 这不是914块半是他出生的最低价吗 你算到这个118是144个月 144个月是12年 12年的青春 从挂牌等到这里 这一个是14 所以122是89个月转折 125是34个月转折 到了118是144个月转折 你看这个三个转折 这个是多大的 他在这个底部竟然有三个转折 你就靠这三个转折 你会买到他阶段性的低点 但是买到也很气 122买的到现在一年 还没赚出什么钱 这样各位知道 这是我们讲的是转折的第一个 我们再把它消掉 然后它开始涨 这里不是一个下降趋势量吗 这个下降趋势线 这个下降趋势线 你一切你就会切到这个 对这个下降 我说这个是这里 上个月开始 它是突破的下降线 这个是长期 我讲的这个是很大格局的 然后你这样上来 你就会买到那个位置 大概120出头 120出头 你就会买在那个位置 好那你日线图 好我们就从日线图来看 日线图呢 你就看RSI 第一个外资买 对对对 外资买没错吧 对 融资降 嘿嘿 你就知道这一波上来是 外资持续的 对 投资人不查 对对对 卖光光 对不对是不是 对 白忙一年是不是 所以外资买 所以我说法人买融资降 它是继续涨的 好你如果换一个RSI 你就会看到它RSI上80的 这里第一次 对 这里第二次对不对 代表人家是阻力买上去的 OK 就买上去的 好我们最后把它浓缩一点 好来看 好它的月线 月线 月线它在干什么呢 好把这个放大 大家看到 好这个就是 这一个是第一只脚 这个是第二只脚 这里就搞了一年多 对 这个底部就一年多 但是你底部越大 你可以支持这一波 涨的时间 一年的就可以涨一倍 这里是180 这里是118 对不对 这个 我说它的多头要件都已经有了 所以它的测量满足点 你用最保守的就是 180加180减118 那就是242 这是叫做最低消费 保证来的 这技术性最小测量满足点 我讲的是中波段 中期 那什么时候会过呢 你就量这里 跟这里 等距 不会太久 我看起来是第一季以内 它就会过这个颈线 所以我说 过下降趋势线是第一买点 过180的颈线是第二买点 过了以后 再下来这里 叫做最后买点 然后它会达到一个测量满足点 这是最低消费的 感谢炫哥了 说到那个底型 因为要找标的 刚刚宏达店 大家比较热门先说 其实还有几档底型股 我们待会留给炫哥 来继续讲一下 因为现在挑股票 行情热了 很重要 但是呢 现在热的还有什么 还有大陆一出剧叫 五妹娘 怎么现在五妹娘会带动 那个化妆的风潮 有商机 不要小看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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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winner is...